你认为剧中笔谣是什么样子的人 以及角色与你本人相似的点是什么 笔谣是一个傲娇 浮黑 暗骚 但是又很深浅 好的地方都跟我相似 哦 在剧中面对丑青笔米其西各种花式开雕 表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会不会害羞呢 在生活当中我和胡一生都是 都是很害羞的人 甚至到我们有一场本戏 到后期重庆不拍了 但是随着剧情的慢慢深入 加速我们两个人的了解之后 到后期拍摄这种戏的时候 就比较不默契 前后期对比丑青笔的两种态度 来聊一下女傲内心的矛盾的变化 两种态度就是前期对丑青笔的嫌弃 然后一直到后期两个人的刻骨铭心 那导致这种变化 当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经历了种种事情 包括生离死别这种事情 吕翁与丑青笔米其西两人之间 感情军力最能打动的地方是什么 最能打动的地方就是 两个人在一起经历那么多事情 他们两个还可以相互支持 相互信任 这就已经很够大力了 怎样看待吕翁的爱情观 吕翁的爱情观相当正 个人就十分羡慕 因为在车马邮件都慢的时候 你生之后爱一个人能懂话 剧中吕翁用了各种方法 讨好出经历 现实中你会这样去追求 自己喜欢的女生吗 现实中我还是比较偏被动一点 但是该讨好还是要讨好 来评价一下胡亦轩 胡亦轩太可爱了 沙发的可可爱 笑起来南风散烂 导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次合作有什么收获 我们导演是一个特别有亲和理的人 在现场特别尊重演员的想法 我们在贵州拍的那段时间 身体有点不适应 身上就会出现 大块大块的过敏 导演也一样 所以我们在预防过敏 这方面还挺有心得的 最后跟观众推荐一下 亲爱的一起听吧 想要快乐吗 想要快乐看就完了